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其特立独行的个性跟叛逆的行为令人印象深刻 她就是何超仪 近日何超仪难得晒照暴露自己平时的生活举动 身穿深色棉服素颜先生某家书店 老公陈子聪没有陪同她也没有佩戴口罩 从何超仪的晒照可以看出她看人状态很好 即使素颜露面也难言天生丽质 不得不感慨何超仪的保养的确很不错 这或许与她的工作有关 何超仪与许多赌王子女不同的是 她对经商没有什么兴趣 反而极其喜欢混迹娱乐圈 因此爱女兴起的赌王就同意何超仪的做法 对她的工作非常支持 不过何超仪此次晒照自己逛书店的举动 令不少人惊叹 连连纳闹何超仪并不是爱看书喜欢寂静的人 此次却一改常态的逛书店 所谓何来 何超仪本人才懒得领会外界言论不予解释 从她的样子来看 她对此也是很知己的模样 何超仪删出照片的样子也像是男友视角 一直以来似乎只有与陈子聪在一起时 何超仪才会展露笑颜 心情很好 有网友表示 大概赌王的身体状况堪忧 令何超仪深受感触 明白没有老父亲庇护的她们也要学着成长 再不能任性所以凡然醒悟 百当财女不做叛逆金金 网友的揣测不无道理 如今赌王身体状况一直没有相对乐观的消息传出 虽然赌王子女哥哥都坚称父亲身体很好 但久未露面的赌王身体状况如何 外界还是不清楚 前不久赌王生日 二房三房四房人员轮流为其庆祝 二房子女更是罕见即合 全部来到医院看望赌王 其中何超仪充当二房代言人 替姐姐弟弟回答有关赌王亲生的话题 何超仪表示自己最先到来 因为要给赌王唱歌 但却忘带录音设备 所以她需要再回去重拿设备 一向叛逆又不假此次的何超仪此次如此动事 也是想尽量给赌王带来更多欢乐吧 不怪媒体对何超仪的动事颇有感触 要知道何超仪在赌王家族 一向是最另类的存在 与佳姐哥哥不同的是 她对经商一点也不感兴趣 尤其钟爱闯荡娱乐圈 而且常常说话不过脑 即使赌王也不能改变她叛逸的性格 赌王总叹言对于何超仪的管教师 意见接受从来不改 即便明白赌王讨厌什么 何超仪也不会为了取悦父亲就改变本性 却不想赌王频繁爆出身体越发堪忧之后 何超仪行事越发稳重懂事 赌王生日他坚持要为父亲表演他喜欢的歌曲 赌王喜欢看几房太太子女和睦相处 何超仪接受采访时 谈起姿态 口吻平和让人看不出有任何怨言 如今还一改叛逆千金本色 向姐姐何超穷学习稳重 不让赌王忧心 他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 终于明白家人不能一直庇护后 反而学着自己慢慢长大 若是赌王看到自己最难管兴的女儿 有如此变化后也会很欺慰吧 毕竟何超仪年轻时 可是连赌王面子都不顾的人 公开嘲讽三大四代不是赌王妻子 称他们只是赌王女朋友而已 坚持与家境普通的陈子聪结婚 种种行为都令赌王很头疼 但没想到随着岁月流逝 44岁的何超仪也变得成熟稳 这种幡然醒悟 只能说世事无常 没有谁永远能止步不前 即使身为赌王千金的她也不能例外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姐预期 敬请关注哦